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几天中美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就让很多人特别是商界的人士兴奋了一段时间 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人们又觉得好像哪不太对劲 因为从北京表现出来的各种迹象来看 他们很可能又要顾忌重施 就是又要再次毁约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估计是签不成 比如说美国之音就发表文章 他就称这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太过脆弱 随时可能崩溃 北京的大外宣多维网也发表文章 说这次北京方面履行协议不太现实 也就是说这次方面北京不履行协议 让这个协议没法签可以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这样认为 就是因为过去北京已经有两次是用同样的办法来骗美国人 就是北京先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 他们做一个假承诺 等到美国兑现他们 就是美国方面的承诺之后 就是兑现暂停和减少关税之后 北京方面马上毁约 他们又收回承诺 这个协议就达不成了 也就是说北京过去他们就是用假承诺的办法来骗取美国方面宣布暂停和减少关税 这样一来就是美国他对就是兑现了承诺 北京是不对现承诺 那么事实上就变成了美国对北京的单方面让步 就让北京方面觉得他们好像是赢了 把美国人骗了忽悠了 用这种假承诺的办法好像也是习近平的特色 因为习近平亲自用这个办法骗过两次川普总统 第一次是去年12月在阿根廷的中美首脑峰会 当时习近平是当着川普的面 亲自做了各种的承诺 就骗川普暂停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 第二次是今年6月份就是大阪的这个中美首脑峰会 习近平又是亲自当着川普的面 做出各种承诺 说是要承诺怎么样怎么样 特别是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又骗的川普啊 推迟了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那么这次很可能啊 就又是习近平第三次要骗川普嘛 他还是用了一个假承诺 就是先同意跟美国方面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等着美国兑现他们的承诺 就是美国兑现减少和暂停关税之后呢 北京马上就找各种理由 要毁约就是不和美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实上又变成了美国对北京的单方面让步 就是北京用根本不对线的一个假承诺 假话就再次骗取美国对北京的暂停减少关税 就是说再次骗了美国的让步 于是习近平又觉得他把川普给耍了 是他赢了 可是在事实上啊 习近平骗川普不但没有成为赢家 反而成了一个大输家 我们看第一次习近平骗川普 引来川普的强烈报复 他马上就把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从500亿提高到2500亿 习近平第二次骗川普 那么再次引来川普的强烈报复 马上又把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啊 从2500亿增加到5500亿 如果是这次习近平在第三次要骗川普的话 我们根据过去的那些历史经验 完全可以判断 川普必然要来一个更加猛烈的报复 等于是习近平骗川普一次 就要被川普痛打一顿 那么这次习近平如果再要去骗川普的话 那等于就是再次是找打嘛 然而习近平他自己还不这么认为 他自己认为啊 他是一个很高明的骗术 是一个很英明的决策 习近平骗川普就反映出来 他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劝连一个一般老百姓都能明白的 最起码的人生的常识他都不懂 这个人生的常识啊就是弱者不敢骗强者 小人物不敢骗大人物 如果弱者骗了强者 小人物骗了大人物 那么对方的报复 你作为弱者或者小人物来说 肯定是吃不消的 你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看所谓的诈骗犯 他骗的呢都是那些没有权利 没有势力的平头老百姓 他们肯定不会去骗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你像什么公安局长 省长市长这样的大人物 诈骗犯根本不敢骗他 因为小人物即使发现是你骗了他 他也没权没事嘛 也拿你没办法 只好自认倒霉 这样呢你的诈骗才能成功嘛 你要是敢去骗公安局长 省长市长这样的大人物 一旦被发现你惹怒着人家 人家只要稍微随便报复你一下 你就是受不了的事情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民营企业家 他想去骗一个省长 他就跟这个省长说 你给我批一个项目 我拿到项目之后 我给你一个亿的回扣 等到这个省长啊 真的把这个项目批给这个民营企业家之后 这个民营企业家他就想毁约了 他想啊 反正这个项目我已经拿到手了 钱已经到手了 我对省长做这个承诺就可以回约了 说好的给他一个亿的回扣 我就不给他了 把这些钱自己装了口袋 但如果这个民营企业家 你要骗省长的话 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几乎可以预测啊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抓到监狱里面去 财产全部没收 因为民营企业家你是一个弱者 省长是一个强者 弱者你是不能骗强者的 否则叫做早死啊 所以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 他们都懂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你要是骗的话 你也只能骗那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 你骗一些没有什么背景的小公司 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你要去骗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官 或者骗那些财大弃出的大公司 那是绝对不能这么干的 如果你要去骗这些人 你就是早死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年毛泽东是一个强者 副主席林彪 那跟毛泽东相比 那就是一个弱者嘛 可是林彪居然鬼迷心窍啊 他居然要去骗毛泽东 忽悠毛泽东 结果林彪的下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这也是弱者骗强者的典型的下场 我们再说习近平和川普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习近平就相当于上面说的民营企业家 川普就相当于上面说的神掌 习近平骗川普 就是答应好给川普的钱 我不给了 你把这个承诺兑现之后 我的承诺不兑现了 那等于就是弱者骗强者 结果怎么样 大家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川普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人 一个国家要想去骗美国 一个人要想去骗川普 我们用脚趾头想 也可以想出来 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事情 正常智力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但是偏偏有一些独裁者 他们却自以为自己很高明 他们自以为自己很会骗 他就要试图去骗美国 试图去骗川普 结果就变成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比如说北朝鲜的金正恩 就是他试图要去骗川普 我们回顾一下金正恩和川普谈判的过程 就和现在北京和川普谈判的过程 基本上非常的类似 当年金正恩和川普谈判的最主要的分析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美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问题上 金正恩就提出来 要求美国完全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然后朝鲜再完全放弃核武器 可是川普不同意这么做 他提出来只有在朝鲜先放弃核武器之后 美国才能完全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也就是说金正恩要求美国先解除制裁 他再放弃核武器 而川普要求金正恩先放弃核武器 他再解除制裁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真实不下 最后他们就达成一个妥协 就是金正恩先放弃一部分核武器 川普取消一部分对朝鲜的制裁 那么金正恩他再放弃一部分核武器 川普再取消一部分对朝鲜的制裁 最后是金正恩完全放弃核武器 川普完全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因为北朝鲜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国家 川普肯定不会答应说让金正恩 就是他先取消对北朝鲜的制裁之后 让金正恩来兑现承诺 川普是不会相信金正恩的 所以川普一定坚持他的制裁 只能是逐步的取消 只有美国看到确认到 北朝鲜真的放弃了核武器之后 美国方面才能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那么在今年二月底 川普和金正恩在越南就举行了 这个美朝首脑峰会 前提就是他们事先就约好的这些协议 这个协议其实就是说 他们双方达成妥协 北朝鲜逐步放弃核武器 美国逐步取消制裁 当时双方都是已经基本上 都把这个协议草案都已经同意了 就是最后要签字 可是到了越南之后 双方都已经把这个协议草案拿来 准备签约之前 金正恩突然毁约 他变卦了 金正恩又重新提出来 他们过去的要求 就是要求美国全部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那金正恩为什么坚持 是要美国全部取消制裁呢 这个其实跟北京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惩罚性关税 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独裁国家的面子问题 因为对于独裁国家 特别是独裁国家的这个独裁者来说 他要是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裁 在面子上非常难看 所以北朝鲜一定要求美国要取消全部制裁 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得一个面子上的大胜利 这个想法和北京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全部关税 本质是一样的 金正恩从刚开始他就想骗川普 他就认为川普已经骗到越南的河内了 现在等于是森林已经组成了熟饭 川普不签约也得签了 所以金正恩到时候签约的时候 就突然提出了过去那个要求 就是要求美国取消对朝鲜的全部制裁 川普见金正恩这么一说 当然是勃然大怒 马上拂袖而去 因为双方事先已经都说好的 是美国要逐步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可是金正恩在双方签约之前 突然又提新要求 要求美国全部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那金正恩这样等于说说话不算话 事先说好的事情他又不认得 分明就是在骗美国骗川普 所以川普一看这样的说法 那当然就是勃然大怒 拂袖而去 是把金正恩晾在一边 让金正恩感到是灰头土脸 面子全无 金正恩骗川普 他本来是想赢得一个面子 结果反而是让金正恩自己丢了更大的面子 完全没有面子吗 所以金正恩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弱者 川普是一个强者 金正恩骗川普就是弱者试图去骗强者 结果是遭到强者强有力的报复 弱者变成了偷鸡不成18米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川普说虽然当时候狠狠的 报复了金正恩一下 扶救而去 但是他还是给金正恩留了很大的面子 他还是说金正恩是他的朋友 他还给金正恩留了后路 但是金正恩却以为川普给他留面子 留后路是因为川普怕了他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朝鲜又不停的进行一些挑衅活动 金正恩就以为川普看到他的挑衅之后 就会对他妥协让步了 所以在前几天12月8号 川普对金正恩的挑衅也有一点不耐寒了 川普就对金正恩发出警告 他说金正恩如果再继续这样挑衅的话 他将失去一切 我们这些一般的吃瓜群众其实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北朝鲜和中国和美国相比 那必然是弱者嘛 美国是强者 你强者 在强者面前弱者去骗强者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可是金正恩和习近平 他们偏偏以为他们自己的骗数很高明啊 他们可以把美国给骗成功了 那为什么金正恩和习近平会自以为 他们自己的骗数很高明呢 这其实跟金正恩和习近平 他们自己所谓红二代红三代 这个出生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比如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 他等于是家里面就是有权有势嘛 别人不敢惹他 所以习近平骗了别人之后 别人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他只好等于说是忍气吞声啊 就接受这个被骗的事实 所以习近平在国内能够骗成功 倒不是因为习近平他的骗数特别的高明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红二代特殊的身份 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背景 别人被他骗了也不敢对他进行报复 这样一来呢就让习近平误以为他的骗数很高明 他每次骗都能骗成功 金正恩当然也是一样了 他也是误认为自己的骗数很高明啊 他就对自己的骗数自信心爆棚了 要准备去骗川普了 可是习近平今天遇到川普这样 比他们强大很多的人 他们要作为弱者 想要去骗强者 那必然结果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